記 胡亂當天~~ 大家,是幾共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!hellohello,大家好! 今天是2022年9月11日 中秋,有没有吃月饼?没有,哪里找月饼?有没有的?大英帝国有没有月饼?会不会思念one cake?如果里面有一张纸,可能会思念的,是吗?反清复明,反清复明,驱除共产达佬,恢复中华文明,又或者不恢复都OK的,都没办法啦,可能外国那套就好些,有时你恢复不了都没办法,老实说,原本有中国的几千年文明这么好, 共产臭屎不会珍惜,1960年代,破四旧立四身,就是因为要维护住中华的文明,钱木、唐军艺先生等人,花果飘零,才将中国的文明,就是这么说,如果中国文明可以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,直跟的时候,钱木、唐军艺先生又何须离去呢?这么简单,是吗? 胡锡先生都有话头啦,民主,就是在一些国家,西方,欧美,就是说多与少的问题,在共产臭屎底下,就是有与无的问题啦,想当日梁任工,就是梁启超康有为,搞这个务率维生,一百日就收了档,因为当时满清贵族都想维护住自己的利益集团,永远都是这样的啦, 就是你戴帽帽各样,什么帽都可以,最重要都是爱清失,就是都要是爱新角落咯,你爱爱新角落咯,就是爱国爱党那样而已嘛,没有变过,你说一九一一年,终于是辛亥成功了,没有成功过, 啊,跟着就变成了中国都是要有和计的,哇,这就是中国平均就,啊,袁世凯复辟,八日复辟,啊,一百年又复辟,怎么都复辟,就是有过一套, 那我都和朋友,啊,那,那,讨论过一个问题,就是关于罗马的兴随啦,大家知道罗马经历过几个世纪的,就是,包括共和制又试过啦,帝君制又试过啦,啊,又有元老院啦,什么都试过可以说,那人家又造成怎样呢,就是罗马帝国,很多东西啊,啊,大家都是原杂自罗马的文化的哦,今时今日你都还见到罗马数字就知道教细堂啦, 啊,还有罗马的水利系统,啊,辞道等等,就是在中国啊,古代的时候呢,曾经都跟罗马有个交集的,那你就知道罗马的势力范围有多厉害啊,那直到去欧洲的启蒙时代,开始有人权的兴起,那今天要讲的就是君主立宪了哦,我们叫这些做虚军,什么叫虚军呢,他就好像是有权那样,就是英女王的权都很大的哦,但是, 他就没有用到的,大部分的那个权力呢,都集中在国会身上,那和美国就很不同啦,美国是一种上下议院和总统形式这样的嘛,那君主立宪这种方式有些什么好呢,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来的,但是又合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哦, 就不是那些什么政治经济学,我是讲的,是在政治权力方面,怎样去分配资源,就是那个资源就是他的权力,这些为之政治经济学,更加准确的应该叫政治资源学。 其实就可以说是暗合呢,一个叫做分工合作的概念啦,议会就知道啊,自己是负责,怎样去分配社会上面的资源,那他们呢,是held accountable to所有的citizens,就是众多的人民呢,就去选择他们心目中的议员, 而这些议员是面向群众,就几年一换的,他的好处就是,就是无论做得好,又或者做得不好都好啦,那公众是可以即时反映,然后呢,就透过一个自然调节机制,去达致平衡,而我们说这个过程呢,就是更加lateral,就是自自然然,我们讲的自自然然,而共产主义就可以说是完全反过来啦,因为他是完全不对人民负责的,那有些人, 又很有趣啦,他就说,哎,就是习落理想,黑强主政,为什么呀,因为似乎习近平,他就很想有这个绝对的权力,好像当日这个毛泰祖一样,那但是呢,他又没有这个权威哦,那这样,那这个的前妾就是呢,毛泰祖当日,都是要获得很多人民的授权啦,然后他才坐得稳自己的江山,那这个是错误的,我更加同意的那一套, 就是邓小平说的枪干子出政权啦,虽然啊,大清亡国都因此,就是张之栋当日见到这个,再封的时候啊,问变,奈何,就是张之栋好忧心地问啦,而再封就答啦,不怕,老子有兵,张之栋即是昏倒过去,是,大清亡义, 你以为有兵就可以了吗?是啊,什么逆恩就是认为有兵就可以了,那但是,满清的朝廷呢,虽然亡,但是都仍然维持到晚清的一段岁月,虽然过程是暴力的,啊,过程也是血红红的, 而国安大法当然就是那些元老吸出来的一个结论啦,那所以就算你换了人上去呢,仍然是会千秋万世的,一句讲完,唯物主义辩证,拿了你的东西整盘棋,啊,怎么会退回呢? 不过今天不是谈论这件事情,而是讲着,这些议员是held accountable to 他们的citizens,就不是香港那些什么五岗十式建制派内激烈斗争,啊,他是只对某些市民负责的,那些市民叫夏宝龙,啊,那些市民叫骆维宁,他只是对这些人负责的,因为是这些人给饭他吃的,就不是一般那些平民老百姓,你说天秤的潘妈妈二号,No,你说阿猫,潘生, 静林牧师那些,No,你说潘晓永妈妈那些,No,啊,骆维宁,Yes,夏宝龙,Yes,啦,就不要搞错,那英女王用不需要held accountable to 人民啊,都一样要,喂,你说不是哦,他不是人民所捧奉出来的哦,但是他有形象的嘛,而且这个形象来说呢,就是做皇室成员最重要的就是形象,可以说是广告代言人,他虽然是没有实权的,在公司里面,那但是, 他是要维持着形象,你说给那么多钱去维持个形象,是啊,给那么多钱,去请个广告代言人一样而已嘛,而且,他们的工作来说,就是对外联络,维持着大英帝国的光辉,我就给一个很好的比喻大家了,就是大家会不会记得上界,或者上上界,或者上上上界,或者上上上界,上上上上界这样,或者罗列出来,这个大英帝国的首相是谁,又或者是, 是美国的那个总统是谁,过了一排的时候,就算他做得多好都好,哎,大家不记得了的了哦,是吧,但是,反过来,这些不是由人民所选择出来的叫做国军,君主,又是世杂,有个血统,有个神秘性,还有,是有一种叫做,一致性, consistency,就是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那个象征来的哦,是会一直传承的下去的哦,于是乎,你可以不记得了, 你不记得约翰逊,但是你不会不记得英女王,这个就是君主立宪的好处了,就是它是更加united,更加一致性,更加团结,你就见今日美国什么款呢,是不是乌尼玛茶那样,不知做什么,虽然啊,就是华盛顿是非常伟大啦,就是想当日,喂,它可以千秋万代的哦,但是它都加上一个实权出来, 然后去创立一部宪法,然后这个constitution law是怎样去限制这个权力,不过这样的方式呢,就更为复杂哦,可以说,是啊,更为复杂的啊,而事实上美国的历史也不是说很长久,就只不过是几百年的而已,这个国造,至少短过大英帝国啊,而大英帝国由麦克尔卡塔开始,一直来到今日,你看到它的政制是不断进步的,有很多欧洲的思想, 思想家当日呢,其实都是避难,包括马赫斯啊,来到这个英国大英帝国的土地上面,所以大英帝国可以说是哲学思想的摇篮来的哦,直到今时今日啊,是啊,今时今日,都还有一个impression给到人,就是很多人的印象,大英帝国都是学术气氛非常浓口的,那当然啦,如果你说应用方面的,就在美国了,一边是搞 theory,一边就是搞应用的, 可不可以说这样都是分工合作的一种呢,我不知道啊,一边就共和,一边就君主立宪,任何的制度都是有漏洞,那视乎它修复得不到啦,还有没有自我修复的机制啦,共产臭屎这些没有的,有没有好处呢?有,对它那群权贵来说就有好处啦,哼,但是,中国这个政体为什么可以一直存在呢? 即使它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,原因就是因为人多啦,通过每一个人,啊,都不怕吃虧小小的时候,于是乎,大家都不怕吃虧小小就养成一个这样的共产恶魔啦,甚至乎它又立了一条叫做反根根计教法,啊,只要你和它计的时候呢,它又制出百只大字, 一放一放,加策难放,那就加法事后的啦,所以它这些加天下的那些物体呢,很难搞的,丢回大英帝国的虚位,虚军,那结果,大家知道自己要负责的是什么部分,一方面就做广告代言人,就集中自己做形象的,另一方面呢,就主要是负责那些政策方面的, 结果在分工合作期间,互相合作的底下,往往就能够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面呢,反而在维系国民感情之余,啊,仍然能够踏出破格性的一步,这个就是君主立憲的好处啦,我没说一定要跟君主立憲,那只不过,我就跟你讲一声,就是中国1911年以来,啊,其实想走向共和啦,这一套戏呢,我想讲是没拍完的,是啊,没拍完的, 不过走向共和已经变成禁片一步,啊,这一套戏是没拍完的,那可能在台湾那里还在拍着,啊,那看一下什么时候我们继续坚持一中政策,不过首都在台北,有没有拍完的一天啊,当围场都拍完的时候咯,拍完围场啊,否则,啊,就真是长盛了,围着老去的角度,围着事实的真相,就是这样,好,今天讲到这里,